各位同學,我們來介紹一下安裝Arduino的驅動程式 請各位把克隆瀏覽器打開 請你到Google網站 我們直接在搜尋列的地方 直接把Arduino關鍵字把它打上去 Google就會幫我們找到Arduino Home 就是它的官方網站 點進來之後呢 在Download這個地方 直接按Download 它就會進到它的下載頁面 進到下載頁面之後 它右邊這邊有安裝檔可以下載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安裝檔下載 然後它問你要不要捐線 要不要贊助 那我們直接下載 Just Download 然後它就會把Arduino的驅動程式 包括它的IDE寫程式的那個介面 這整個都包在一起的 它就會把它放到你的下載資料夾 所以我們可以把下載資料夾打開 在這個地方 它下載完就會變成這樣的程式 就會在我們的電腦裡面 然後同時呢 如果你買的 這個驅動程式 它是適用於原廠的 如果你買的Arduino是原廠的 或者是仿原廠的 它的晶片都是同一個晶片 那所以這個就可以適用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買的是仿原廠的 相容版 相容版 如果今天買的是相容版的話 那麼它使用的晶片就不是這個通訊晶片 那我們就要打CH341 對岸的相容版幾乎就都是這個晶片 那所以我們直接到這一家公司把它點進來 這家公司的CH341Series的壓縮檔 這個是它的通訊晶片的驅動程式 那我們直接把它download 把它點下來 那一樣會進到我們的下載資料夾 所以我們現在到下載資料夾這邊 就會有兩支驅動程式 所以這個是原廠的 這個是相容版的 那基本上呢 你現在可以買到的所有的Arduino的板子 那都就是不會 這兩個裝了之後就幾乎都可以驅動 就不會有什麼意外 那所以我們把它兩個裝起來 那原廠的直接點兩下 就可以安裝 直接回答是 然後它就會問你同意它的聲明 那就I agree 下一步安裝 那它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它是這個原廠的驅動程式 它有包含了Arduino IDE的寫C語言程式的那個介面 所以同時如果你將來比較進階之後 要用C語言直接來寫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驅動程式來做這個C語言的撰寫 好 那Arduino板子很多啦 包括什麼Uno啦 或者是Mega啦 Nano啊等等 它都是用同樣的驅動程式啦 那裝好之後直接Close就好 好 那如果你買的剛剛講過 如果是對岸的相容版很便宜的 150塊啦 200塊300塊的這種晶片 那你就要用這一支驅動程式 那這個是壓縮檔 所以我們先按右鍵 把它解壓縮 好先把它解壓縮 那解壓縮之後呢 我們點進來它壓縮的資料夾 解壓縮後的資料夾 然後在 CH341 這個資料夾裡面 你會找到一個Setup 好 那我們直接快點兩下把它裝起來 然後它就會跟你說它會裝在哪邊 那請你直接按Install就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發現它跟你說 它正常情況它會跟你說安裝成功 這時候你就按確定就好 但是如果你發現你安裝出現失敗的訊息 那通常是你的那個資料夾 有中文的那個資料夾的名稱 就是太多層 然後又有中文資料夾的名稱 那有時候會出錯 那這個地方就注意一下就可以 如果有出現錯誤的話 你就把這一支程式 你就把這一支程式 複製到低疊下面直接安裝 應該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驅動程式安裝的部分 那基本上只要這兩支程式安裝好了之後 所有的Arduino板子幾乎都可以順利的驅動 好 好